不知大人光临 有失远迎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 姐夫 姐 你不认识我了 不知大人光临 有失远迎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 姐夫 姐夫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邢家梁 你小舅子邢家梁啊 我不认识你 你就是扒了皮 烧成了灰 我也不会不认识你 咱和月兰可真成人家呀 和月兰好点啊 放心吧 姐 我就把月兰舅妈给修了 哪有你这样的姐夫 无情无义 兄 你这也是堂堂的朝廷二品大员 当然了 怎么样 狗屁 二品 你算什么二品 你算什么二品大员 你穿着这身滚服 到我这儿来招摇什么 你快给我滚出去 是 姐夫 你怎么说得那么难听呢 真是 我虽然不像你是二品巡服 但我也是响当当的 二品大员吧 级别 不比你小吧 滚 从哪儿来 滚快哪儿去 滚 姐夫 你看看 人家大老远 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你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你来直立你看过我吗 没有 作为小舅子来看看姐夫 你这也不是待客之道啊 你要看我也可以 进我的衙门也可以 但你必须把 乘上这身官服给我拖了 要是不拖的话 你就给我滚出去 姐夫 滚 来人 来人 换衣 换衣 说吧 你招我什么事 要是没事还懒得来看你 你看 成什么样子 把腿放下来 谁让你走 对 你还不让我坐呢 那怎么着 我还得跪着让你来审我呀 你真是 家里啊 你先说说家里的情况 你姐咋呀 你叔身体还好吗 姐夫 你我都是二十年没回家的人了 你问我我问谁去 是 于大人 咱别官当大了 就六亲不认了行不行 原来啊 你别说那没用的 好 那我就说点有用的 那我就说点有用的 你也知道 我这些年 在长鲁盐厂做的生意挺红火 这不我没捐几个钱 就得了一个巡言御史的 老官显 现在啊 我还告诉你姐夫 朝廷上很多的大官 都成为了我的朋友 五英殿大学是明珠明大人 户部尚书佛伦佛大人 还有这个户部幼侍郎曲九万曲大人 对了 直立寻府衙门的寻道容善容大人 那是都跟我称兄道弟亲热得很 姐夫也就你现在瞧不起我了 夏亮 你是一个生意人吗 你交往那么多当官的干什么 姐夫你别忘了我现在 我现在也是官 二品 是 姐夫 你也是官 你官当得还不算小 但是你没别人会当官啊 怎么 我说得不对了 姐夫 我今天来啊 就是要提醒你一句 直立这个地方可不比湖北和福建 这可是基辅之地 天朝看得着的地方 所以姐夫 你别像之前那样 想干嘛就干嘛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别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我不用你提醒 姐夫 直立啊 我待的时间比你长 直立官长我比你清楚 这随便一个支县 那都可是通天的人物啊 你说你这官也当得差不多了 你能不能别逢人就得罪 见谁都跟谁过不去啊 我跟谁过不去 我这不是提醒你吗 你自己还不知道 你在湖广福建 你跟谁过得去了 咱们的老仙 你的兄弟张继人 不就是你给闹下去的吗 你胡说 我胡说我没胡说 我啥都知道吗 你没事 赶紧走吧 我还有事要忙 姐夫我说的话 你可千万别当耳旁风 快走吧走吧走吧 你看我还没做多一会儿呢 你就让我走 就让我走了 对了 姐夫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句话 直立这个地方 你这个直立巡抚 不是直立所有的事 你都管得了的 直立不是你一个人的天下 直立的水很深浪啊很大 我怕呀 你一不小心 就会拍死在这儿啊 你快滚 我不想看到你这副德行啊 好好好 我走我走我走 我走了你别生气 我这小舅子也算尽份心 提醒到这儿了 我走了 我走了 来人 更衣 老爷 我知道你节俭 不管做什么官 就做一身官府 这当支舟时候是一身 当支府时候是一身 当了安查使 布阵使 直立巡抚 还是只做一身官府 可是这回不一样啊 您要去见的 可是皇上 大伙商量着 无论如何 得给你做一身新官府 是啊 我就穿我的旧官服 皇上也不会怪罪我了 行了 别心疼那点银子了 别让大伙心里面别扭 于大人 去紫禁城朝见皇上 当然应该穿新的好 各位臣工 你们都是朕的骨功大臣 今日朕把你们 从各地招来 是要向天下宣布一个喜训 即日前 我大清军队 进入云贵省城 继吴三贵死后 其继续叛乱的孙子吴世凡 无路可逃 畏罪自杀 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 宣告平定 天佑我大清 天佑我大清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启离皇上 余成龙余大人到 宣他进来 宣余成龙进监 臣余成龙叩见皇上 余大人快快请起 谢皇上 宣余成龙余青菜 十几年来 一直有人在朕的耳边提起你 余成龙余青菜 在你来之前啊 朕还一直在想 这个余青菜 该长成什么样子 今日一见 余青菜就该长你这个样子 朕听陈廷静说 你今年以六十有五了 臣本草毛下势 皇上竟然记得为臣的岁数 余爱卿 你获过三次卓益 你乃今时天下 清官第一 难能可贵啊 而且 你足足大了朕三十七岁 朕怎能不记得 谢皇上 来 随朕过来 来 来 余爱卿 快快请坐 谢皇上 你们先出去吧 朕和余大人好好聊一聊 这 朕听说你在湖北广州时 坚持剿辅并用之策 竟将一个反复无常的肥手 成功地给招辅了过来 回避皇上 为臣只是遵循了皇上 剿辅相继之策才得以成功 为臣并没有其他能耐 朕还听说 你曾单济独闯东山匪朝 没想到这些贼匪也归顺了朝廷 回皇上 却有此事 却有此事 余成龙啊 你胆子可是真大呀 你果然是余胆大呀 你胆子竟然大到 打着康秦王的旗号 假扮了一万清兵 不费摧毁之力 就把黄州城给解威了 来 快跟人说说 你是怎么制服他们的 回禀皇上 为臣只是仰仗了皇上的威德 那些乱贼就顺服了 为臣并没有其他本事 要是我朝能多有几个余成龙 余青菜余胆大的话 那可就太好了 爱卿啊 能有你这样的都府 实乃是朕的福气 也是我大清的福气啊 为臣惭愧 爱卿啊 你不必自谦 朕今日见到你十分高兴 所以特别想与你多聊一聊 今日啊朕不准你军邻礼节 你就把这南书房 当成自己的家 快坐 谢皇上 这次你在直立 查办了马上好汉一案 惩治了一批贪官无力 你给朕除去了一块心病啊 这件事情你办得漂亮 朕知道 这次直立查办贪腐案 你秉公执法 连自己的小舅子都依法查办了 朕听了之后 甚为感动啊 皇上 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 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错 新家粮所措 虽错在自身 但究其根本 错在微臣教化不理 未能让其截至贪欲 令其行走正道 历览前嫌 国与家 乘由秦俭 败由舍 秦俭看似小事 却关系到一个人 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人无俭不利 家无俭不忘 社稷无俭必败 而国家无俭 则必亡啊 于青菜 这个名字起得好啊 朕知道这个雅后 一直从广西叫到了直立 从一个七品县令 叫到了二品巡抚 官居二品 女于成龙还叫于青菜 朕感触很深啊 皇上 司马光有一句话说得好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 五星独以简素为美 微臣出身贫寒 深知百姓极苦 微臣不敢贪图奢靡 更不敢置百姓于不顾 在上不骄 高而不危 智节锦度 慢而不易 所以长守贵也 慢而不易 所以长守负也 富贵不离其身 而后才能保其社稷 而何其民人呢 臣紧急皇上教会 爱卿啊 朕说过了 今日不准据你理解 快坐 爱卿啊 苏水晋文里说得好啊 三代之星无不易损情欲 三季之衰无不伺其奢命 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兴盛 正是由于商汤周五这些开国的明军 他们懂得抑制自己的欲望 懂得以苦为师之道啊 魏征曾向太宗禁言说 尚之所好下必有甚 敬为无懈随之灭亡 唐太宗深知此道理 他在位的时候特别提倡节俭之道 他曾想要建造宫殿 但是看到那些古代亡国之君的教训 就放弃了原来的想法 节俭乃治国之本 奢侈乃亡国之音呢 爱卿啊 你说得好啊 朕对照先贤 减身省心 惩恐不及 朕不敢与大羽文王等帝君相比 但朕 兢兢业业 心存节俭 为的就是合乎天道 爱惜民生啊 皇上以身作则 攻心勤警 并告诫天下百官谨记 兼可养联 联毙亲政 正同仁和乃民心所向之理 为臣亲临教诲 莫持难忘 玉大人快快请起 爱卿啊 你乃是朕的知己啊 快走 谢皇上 玉爱卿 朕听陈廷静说 说你们的先生 山西永宁书院的山长 邢纪堂邢邢先生 已年于九十 却还耳目聪颖精深绝朔 依然在为学生们授课 回皇上 为臣的先生 的确是日日授课不妥 爱卿啊 朕还有一件事情 想和你商量商量 请皇上明示 这些年 但是朕一直有一个心愿 就是读一读 邢老先生那部论语别叙 但不知 皇上 先生的论语别叙 微臣随身带来了 爱卿啊 代朕谢谢邢老先生 皇上 无须言谢 不 一定要谢 你还要告诉他 论语别叙 使朕 获益匪浅 为臣遵旨 好吗 好吗 感谢观看